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阿红的频道 自从拍摄了天使厨房这个系列过后呢 我们就很久再也没有拍摄过阿红逛巴萨了 其实我本身是从巴萨出生的 有看我们节目的应该都懂 做了十多年的巴萨 那对巴萨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就特别喜欢去发掘一些 槟城巴萨有趣的东西 那么在槟城的巴萨呢 它大致上就分为这几种 第一种呢就是以华人为主的巴萨 就好像啊 自洛东巴萨啦 那些 吉林万山巴萨啦 那再来呢就是 马来人为主的巴萨 就好像一些比较马来甘邦区 Kepalabattas啦 Penaga啦 等等那一些咯 那再接下来呢就是那种三大种族的 那三大种族的包括什么巴萨 就好像 北海的Baganajan巴萨 然后还有就是Sbrangjaya巴萨 还有在槟城就是Bayambaru巴萨 这些呢都是三大种族的 那今天我带你们来到这个巴萨呢 我确实觉得是有点特别 因为当你来到这个巴萨过后 你会仿佛感觉 你已经身在国外度假了 真的就这么神奇没有骗你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巴萨会有这种魅力呢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走吧 那么呢 其实这个巴萨呢 我之前是常来的 常来到什么程度呢 我跟我太太讲说 我们又去那个巴萨逛逛了 我太太又回我一句 蛤 你有没有搞错 每一天一样的巴萨你不会Send的吗 究竟有什么魅力 那么整体来讲 这个巴萨它算是一个诗人的巴萨 但是给我感觉 我觉得它的规划确实是蛮好的 后面那边呢 它就是诗的巴萨 这里就是干的 而且干的巴萨 我觉得这里整个感觉看下去啊 就有一种很有年代感的感觉 就比如说这一间 是印尼人还是马来人经营的鞋店 我也不懂 不过我猜测应该是印尼人了 整个那个鞋子 那个木那个灯打下去呢 就是很像我小时候啊 我们看到的那个80年代的感觉 整体看呢 我觉得它的鞋子还算便宜的啦 这样一双26块 而且我相信 你跟它议价的话 还可以扣多几块钱给你 但是quality好不好 这个我们就不懂了啦 哇 哥哥 你有什么地方吗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 哇 哥文卖是你 对 现在已经成为了 是的 已经成为了 是的 可以 但是 但是 你现在继续了吗 你继续了吗 现在继续了吗 我继续了吗 我继续了吗 大概大概 大概大概八十九十六年了 八十八十七十六年了吗 八十七十七十二年了吗 我看你会有个厉害的 因为这些是在早上 我们不能够用 我们要控制一下 所以我们要把早上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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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所以我们要把早上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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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这些是哪些?从中国还是中国? 不,这些是从马来西亚 哦,马来西亚 这些是从马来西亚 这些是从新加坡 但是一般人家购买 哦,这还好 但是价格是不太高 多少钱呢 如果我价格平常的,我购买了 这购买了,这购买了 但是这里购买了 购买了,购买了 购买了,购买了 可以吧 它是购买了,购买了 所以我们拿这购买的 这一次只要迷入,和现在可以投入。 已经使用了? 不过了,这是我会谍购买的。 这款我们可以谍购买的。 我们只需要购买的购买。 所以,有些人都要大了 幸福是有少少少 五 ringgit 三 ringgit 就有多了 好 好 希望有多有货币 但是,如果有多货币 有多货币 有多货币 就有多货币 但如果不在做货币 如果不在做货币 都不在做货币 所以,有多好好的 好吗 谢谢 那么还有一些店呢 他们是专门卖一些印尼用的一些护肤品啊 一些body shampoo还是化妆品这样的东西啦 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欢印尼货的 这个地方应该蛮适合你哦 那么呢 该带大家看了巴萨前面那一部分干的市场 基本上都是卖一些鞋子啦 包包啦 衣服啦 杂货啦 干粮等等的东西 那很多其中的除了本地人在经营之外呢 也有一些是已经嫁来这里的外劳或者是印尼人呢 在经营的 那也没有太大的特别啦 现在就要带大家进去看看真正菜市场里面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卖菜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讲的市的巴萨 那在这一边呢 你会找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惊喜 那么来到这里的卖菜的地方呢 让我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自从当了厨师过 当你看到 你在本地买不到的食材啊 竟然出现在眼前的那种兴奋的感觉 好像在我本面前这个 其实很多人啊 他在本地吃泰国餐啊 他们已经习惯了打炮猪啊 就是用本地的九层塔 但是其实在泰国啊 真正的打炮猪是用他们的这个叫 打炮业 打炮业 它跟九层塔是半毛之关系都没有的 因为它的味道闻起来也是不一样 那今天既然遇到了 就买一点回去 去看看啊 当我们煮菜的时候 本地人能不能接受真正正宗泰国的打炮 完全不一样味道 姐姐啊 这个怎样卖啊 这个 这个1kilo 20块 这个1kilo 20块 1kilo是20块 那个是从泰国进口的 怎样本地的打炮呢 本地的九层塔呢 本地的九层塔十块 十块 所以价格啊 这两种是相差了一倍的 这个你就给我包起来 ok 再拿多一点 看看他们会吃嘛 那还有一种我看到了 这个你看好像也是卡泡啊 但是这个卡泡跟本地的卡泡又不一样 这一个是他们泰国的卡泡来的 本地也没有的 味道修起来啊 就有一点点的香脑味 这个也是人家拿去煮打卡泡的啊 这样卡泡的呢 也是这样卡泡的 这个多少钱 这个很一样二十块一kilo ok 你也帮我包起来 这个我回去试试看 这个也是一般在本地我们很很难看到的一种姜 他叫煮过 我们也是有些人拿来煮包一干啊 那我们这里真正呢 中国人他们应该是叫沙江 他就是在地上啊 它的叶子跟姜差不多一样 但是他就是矮矮一颗在地上不了的 沙江 嗯 煮过好像红油的味道 在这里竟然可以看到卡泡了 这个应该我相信很多巴萨都看不到 我之前啊 在曾经在爱丹巴萨看到过一次 不过那个价格是十一百贵 四十块 我们记得我们在 啊 不动那边 我们问的时候是一百五十泰铢 差不多是这里是二十块啦 我们问问看啊 这里这一档口他到底卖着多少钱 老板娘啊 这个卡泡这里是怎样卖 这个一kilo二十五块 二十五块 哇 二十五块这个价钱很公道啊 之前我在爱丹的门卖四十块啊 我感觉被杀这样 哪都还可以扣啊 十八块 哇 这样子不用 改天不用去 不用去不动买了 在这里买就可以了 这个 有十十块不了啊 很便宜啊 那 我们那边泰国话是叫卡财啊 你们这里叫什么 哦 华语叫索石酱 好像一串锁石这样啊 所以 为什么叫锁石你知道吗 这个小孩子不可以听的 因为听说这个姜吃了很包袱的 现在 锁石酱石就丢了 拜堆好就坏 看到吗 这个一粒一粒小小粒好像茄子这样的东西 这个我们煮green galley的时候又有用到 这个呢 冰城在有一些巴萨还是可以看到的 不过不常见 就小小粒小小粒这样 这一个菜也是比较难看到的 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们叫down labu 应该是南瓜还是什么一种瓜的一个叶子 也是可以吃的 我曾经拿去炒来吃过口感是不错的 这个应该在金马轮有种我看 我帮你再加了八菇来去 八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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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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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过这种八菇菜呢 我们之前就有用过 他这个他算是比较老的 而且你扒出来啊 你炒出来 它没转了 他的那个损耗率很高啊 你放这样一大盘呢 它炒出来 它全部软绵绵 这样就是一点点 所以这种就不适合我们用了 我们用这目前在金马轮来的那个品种呢 它的根支全部都是比较嫩的 我感觉不是同一个品种的那种你炒出来 你看了整盘 还有那个分量在那边 那么一边逛着菜市场的一边听着缅甸的歌曲 你就感觉自己仿佛身处在外国的一个菜市场这样 但是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外劳 还有这么多泰国缅甸的食材呢 原因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里附近很多的廉价组屋 而且这些廉价组屋呢 被很多的一些公司啊 他们包租起来 然后就租给一些印尼人啊 就租给一些芒格拉 所以这里呢 就变成了很多外劳 他们来采购食材的地方 自然而然呢 为了应付他们的需求 就很多我们在其他市场上看不到的食材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这个就是秋竹的叶子 我们华人通常吃的是番薯叶 但是这个是木薯叶 那他们外劳呢 通常他们很喜欢拿这个来煮比较lermak的东西的 我本身是没有吃过啦 我看过他们吃 哈哈哈哈 跟我们在布东巴萨一样 这里也是有卖非洲鱼 因为他们外劳呢 他们就 比较倾向吃比较经济实惠型的鱼类啦 但是这个非洲鱼跟布东那个是完全没有得比的 第一体型小 出肉率也是很低 第二来讲的话 这种我试过了 那个土腥味 那个enjin的鸡油味是还是有的 看到吗 这种size的sotong呢 你拿来做冰镇sotong是最过瘾的 那个肉质很暖嫩的同时啊 你整个咬下去它的肉有厚度 很有那个口感在那边呢 比起那种小小质的那种啊 你绝对吃不出相同的口感 看到吗 差几多 这个好 那么逛完刚才的巴萨呢 我们就可以走到前面来 连接这个巴萨的一个美食房 那这个美食房呢 我称它为 东南亚美食房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除了有我们华人熟悉的一些食物 好像云吞面啊 咖喱面啊 板面等等 它还有一些印尼甚至越南 还有一些我不知道什么国家的美食 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 我们从印尼餐开始走 那么在这个food court呢 我的左手边 大家可以看到 几乎是被印尼美食包围了 那印尼美食呢 我相信马来西亚人最为熟悉的是什么 就是Bakso 就是一粒大粒小粒的肉丸啊 那种米线这样的东西 这个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来到这里呢 我反而想要尝试一下他们Bata美食 Rindu Bata 那什么是Bata呢 Bata就是在印尼苏门达拉北部 他们信封的是基督教 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族群是可以吃猪肉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印尼人啊 我们不要很大惊小怪的去问他 哎 你们有吃猪肉的没有啊 其实他们不太喜欢 因为这对他们来讲 并不是一个特别尊重的事情 我们可以换另一个方式去问他 请问你们有什么食物是你们经济不可以吃的吗 这样子他们听来就比较舒服一点 现在就为你们揭开Bata大人他们美食里面的猪肉料理 走啦 这位哥哥 你是Bata? 是的 人美食里面是Bata 是的 人美食里面是Bata 所以有什么食物是Bata? 所以有什么食物是Bata Mesti要吃的吗 是的 其实这位是BabiBakar BabiBakar 是的 这是BabiBakar OK 先给一些 所以最有名的名字是BabiGeprek 什么是BabiGeprek BabiGeprek是BabiGeprek BabiGeprek是Babi 它是Babi 它是Goreng 然后它是Goreng的 然后它是Goreng的 噢 它是Goreng的 噢 它是Goreng的 最特别是Goreng的 它是Goreng的 是Goreng的 是败汁面是特别的 是败汁面是XD 因为不办法的 有时候在家里面 她不想打出 所以这有败汁面是 是败汁面是败汁面是败汁面是败汁的 我又看看有樹葉是電 meat 那是多莫貂吃的 有怎麼ó 那都是便有胡子 不 不是 乙絲 梅继 那是 我给你试试吧 不,不,不 不,不,不 其实我给你试试试吧 你可以混合了什么味道 可以知道味道的味道 可以试试吧 可以,不,不,不 谢谢 工作人員 有个人吧 那我身后这个 这个Hora Saksang Medan其实他们也是巴塔达人的一个美食当口来的 跟前面的对比他的差别在那里的 因为我们想要试一试比较正宗的Saksang就是好像类似比较浓郁的咖喱 应该是这样形容但是他们那边的他们是没有下那个猪血的这里是有加猪血下去煮的 所以为了尝试比较正宗的口味呢我们这里又特别要去order一下 好 你先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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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有用鸡肉吗 有吗 我想尝尝 你放一把这个 然后放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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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大家对印尼餐的一个想象就是要哈拉要清蒸的 不可以有猪肉出现的 但是今天呢 恰恰好在我眼前出现的印尼餐呢 却是无猪不欢 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用猪料理的 甚至连这个汤呢都是用猪的大骨熬出来的 这一点呢 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深入的浅谈一下 又深入又浅谈 其实在印尼呢 除了穆斯林他们是不吃猪肉 还有一些信奉佛教的素食者 他们不吃猪肉之外呢 其实很多种族他们都是有吃猪肉的习惯的 就好像包括我们今天的巴达人 我记得之前呢 去过那个巴黎岛的时候呢 就发现原来巴黎岛很多人是信奉印度教的 他们也是使用猪肉的 所以这一点呢 希望可以打开大家对印尼餐的一个传统古板的印象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来尝试看看了 来 大概说呢 它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它这个Babi Bakka 还有这个Babi Grapek 我们先从烤的开始 烤的它需要加上这个酸甘汁 原味的 便便搅搅搅咬下去 就好像我们吃的Babi Bakka的味道这样 很像是 但是Babi Bakka是有肉碎这样煮成 然后做成一片一片拿去烤 这个你扎扎实实知道它是整块的整整块的猪肉 再搭配它们引以为傲的sambal 你没有沾任何sambal跟沾sambal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你没有沾的时候Babi Bakka的味道 你沾下去的时候Babi Bakka的味道几乎就被盖掉了 它剩下的就是那种有香茅啦 有很多辣椒啦 总之就是很辣椒味为主的香料sambal 来试一试它这个炸的Grab Bak 这么不要叫Babi Bakka要叫Babi Bak Bak 不明白 这样吃的话跟我们一般裹粉 然后猪肉就大概给一点调味的底味在那边 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是香的坦白讲 来吃印尼餐一定要试它的sambal 这sambal加分 那么接下来就是琳琅满目的三层肉 唯一不是三层肉的就是刚刚我们在巴萨看到的木薯叶 那个木薯是叫Ubikayu sorry我刚才讲错了 Ubikladex是缓足 哈哈哈 来试一试看 这个是这一档Bindu Bhattah的 就是很泰国的味道 椰奶的香味再加上那个木薯叶 跟后面那一档有什么不一样呢 整体的Texture后面那一档会比较浓郁一点点 这一档它的那个椰奶会比较特殊 这一档是它的那个木薯叶的那种 你要讲啊 青草制的味道啊 会比较特殊一点 其余的我觉得都大同小异 我相信如果这个是用传统的那个种的 会更加更加的香更加的好吃 但是他们讲说很麻烦 所以没办法来 试用第一道Bubi 因为太多他们的样子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我们几乎像你用肉眼也很难分辨的 哇 真的是够酸够辣 三层肉也主要非常入味啊 这个我不懂是什么 但是我们不要问他先 我们先用感觉 听我们的舌头去形容他的 他是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 香茅 香茅味为主 但是他里面加了他们 印尼的花椒他们叫Andaliman 这种花椒呢 本地是买不到的 你迷你购买到印度尼西亚 很花椒的感觉 就是跟中国的花椒有很类似的味道 但是他们有这样大力 一咬下去真的嘴巴都是麻的 所以有花椒的香再加上那个香茅的味道 蛮喜欢的 背盘试试的 这个啊 跟Asambadas类似看起来是相似一模一样 但是他更多的是椰奶的香气 再加上花椒的香味 Bulai Andaliman 就是有椰奶跟花椒咯 最后这个我看到了 还有豆浆在里面 这个应该就是豆浆辣椒煮三层肉 这个就没有花椒 不过说实在的 你吃过吃这样多咖喱真的是辣 来try一try啊 他们那个saksam真是有放血的 其实他们巴达达人啊 他们在料理这些食材方面呢 他们连血都不会浪费的 我从一些网上的资料看呢 其实他们巴达达人呢 是有吃狗肉的一个习惯在那边的 他不管你做猪肉料理 他就那个猪血就放在他的sauce里面 或者是放在他的 肉那边腌制 又或者是直接放进去煮咖喱 如果你做狗的就用狗的水 如果做牛的就用牛的水 就是这么节俭的 血都不跟你浪费 但是呢必须要要求他们自己杀 然后那个血要拿新鲜的 这个才真正可以做到他们 这一道saksam的一个美味在那边 你的血夹在里面了 过经过那些香料啊 香茅啊 长桃柑啊 还有一些咖喱啊 一大堆的香料下去煮过 其实你只是可以看到他是属于啊 像猪血那种凝结比较浓郁的颜色 但是你真正啊 你是吃不出那种血腥味的 完全没有 他就有点类似泰国的一些船面 他们有用猪血下去煮 那种颜色差不多就是这样 但是整个呈现出来的感觉 完全吃不出 真的很佩服巴达达的 同样一个猪肉 他们可以做出这么多种不同的咖喱 还有不同香料的变化在这边 佩服 品尝完的巴达达人的印尼美食过呢 我觉得跟我们本地咖喱最大的差别是哪里 我们本地的咖喱呢 我们会放很多的那些巴巴的咖喱粉 但是对于巴达达人的咖喱来说 他们坚持全部是你肉眼可以看到的新鲜食材 就好像香茅啦姜啦 garlic啦 shalot啦这些东西 他们一丁点的咖喱粉都没有探杂在里面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对于他们 新鲜食材的那种坚持呢 是让我们时刻真正可以吃到那种 就好像感觉整口下去就是天然香料的味道 这一点是非常喜欢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其实我本来打算拍长一点 因为刚刚我们在里面巴达达人的美食 他们是打哈拉的 然后外面这里整条街还有很多哈拉的印尼美食 各种各样都有 但是无奈今天天空不作美下着雨 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一期的节目呢 分成两集 下一期我们再介绍哈拉的一条街 那喜欢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是阿虹 我们下期再见